大家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我是彥琪 我好像每次都必須要介紹 我為什麼會站在這個位置 就我是一個邊緣人 我是一個體制內的國高中的教師 然後我有一個十歲的小孩 他現在在體制內 但是新學期他要去自學團 所以剛剛問說體制內跟體制外 有可能是我個人就是體制 我在體制內做著體制外的事情 那會有其實有很多想法是 以學習者為主體的自由教育 那學習者是誰 但剛剛總理已經把話講完了 就學習者其實是每一個人 其實是每一個人 我大學的時候念教育學成的時候 我們教授就問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要來念教育學成呢 當然有人是說 就當作是一個可能的工作 但是在種種的分享裡頭 我聽到一個很特別的是 他說我以後有可能會成為家長 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要來學教育學成 但如果是照那樣的道理的話 可能是每個人都需要來念教育學成 因為我們都會接觸到別人 而那個別人 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 他都是一個人 而這個學習者為主體的自由教育的話 如果以我們自己來講 那那麼上學誰去上學 如果是小孩去上學的話 我們面對小孩上學的問題 又應該要怎麼樣的處理 是應該要威權的統治嗎 因為很多人會說我在教學現場啊 那教學現場裡有各式各樣不合理的道理 那難道作為大人的自己 就可以因為沒有辦法承受那種壓力 而你們小孩就聽我的吧 因為我沒有辦法 但其實那可能是錯誤的 可是有另外一個原因是 也許受傳統教育的老師 自己沒有辦法從體制裡出來 因為他所受的就是過那種威權的教育 或者是有人也會覺得 我知道全人 然後我知道自學 我知道共學 可是我沒有辦法送我的小孩 去那樣的地方的時候呢 難道我就 啊 算了 不 也許是有方法 那這也就是 為什麼我們今天晚上要辦這場講座 即使我們在體制裡 我們無法離開體制 但我們有沒有可能讓體制外 所謂的非主流 變成體制內而成為主流呢 因為當我們有辦法 可以把孩子送去自學共學 或者是全員的時候 很多人會說 那是否是某種精英教育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國家要傳播的是 所謂的基礎教育 是國民教育 那那麼國民教育 是否應該有最低水準的保障 那那個最低水準是什麼 我覺得以我自己的想法的話 那就是以學識者為主體的自由教育啊 好 那因為今天大家的分享 非常的熱力 我就不再多說 然後把時間交給這一位是 因為剛剛我們在喬位子說 那沙發那邊是講者區 但是兩位就是 好 就做自己想做的地方這樣 然後讓容我介紹這一位 是全員中學的校長 可是我大概比較習慣是叫他大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第一次跟他見面 可是我還是很習慣要叫他大學 然後這一位是小鐘 是全員的校園 那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兩位 謝謝 大家好 我也跟大家一樣自我介紹 21年前 那時候我第一次來全員 是因為我的小孩 一歲又三歲 所以我們有小孩的時候 開始在想 我們希望自己的小孩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們希望自己的小孩 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然後接受什麼樣的教育 所以我就這樣一頭栽進 這個自由教育裡面 那但是有人問我說 當時為什麼會到全員 其實我當時的想法 還蠻單純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的朋友都很快樂 我覺得小孩應該有一個 美麗的相處 所以美麗的相處 就是一個空間 可以讓他們自由的探索 然後很平等的 自在的跟人運動 然後發展自己的個性跟情 然後得到充分的包容跟尊重 就是想像這樣的一個環境 然後我不確定 因為我現在小孩不讀大書 我不確定他們對全人裡面相處 不過我倒是對全人 有第二步的相處 我同意一次 然後對想全人 因為來這邊21年 我一直覺得 我從這邊得到很多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是一個非常好奇的學習者 所以我從來有沒有那種意識 覺得自己像老師一樣 所以上學學什麼 你知道今天的主題 就是上學學什麼要看 你把人當作手段還是當作目的 所謂當作手段就是經濟生產的手段 這是要生產成工程師 像一個生產線 然後再來分化 這個是要當醫生 這個要當老師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都有固定的程序 去訓練出這樣的人 還是你是把人當作 一個自由而獨立的主體 一個有尊嚴的主體 而人的尊嚴不可侵犯 我想這是現代 現代國家的一個基本原則 最關鍵的是 我們把小孩當作一個獨立的人 OK 這到現在還很抽象 但是當你要付諸實踐的時候 就很困難 我們台灣這二十幾年 我上個月在台北的那個 一杯咖啡的故事 也跟好多人來聽的人 我們也講全能的故事 我聽每一個人自我介紹以後 其實我還是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沉重 就是好像二十一年來 我們教改了夫生 然後做了這麼多事 就是好像進展有限 好像每一個人的受教育經驗 都還是不愉快的 那過去二十一年我歸納一下 其實教改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深層的改革 中層的改革跟前層的改革 前層的改革就是在課堂上 開始改變上課的方式 比較活潑 比較多的對話 或所謂的翻證教育 那中層的改革是升學方式 跟課程結構的改變 學這個或學多學小 或者怎麼升學這樣 這是中層的改革 但是深層的改革 是真正最困難的 它會碰到我們文化底層 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如何對待小孩 然後我們認為小孩應該怎麼樣 我們大人不斷的急著 在他的每一個選擇裡面想要介入 想要引導 想要暗示 跟你把他當作是一個獨立的人 獨立的個體這樣對待他的時候 那個差異非常大 所以 以學習者為主體的自由交易 誒 剛才 他也提過 學習者是誰 我們概念上可能都會同意 其實老師跟學生都是學習者 其實是互惡主體 這是 我們總是 我說在文化底層 我們總是覺得老師跟家長 想要交給什麼 那這個問題 到今天其實變得更荒謬 為什麼 從十年前網路還有人工智慧開始發展以後 你一直覺得你可以教的東西 百分之九十 大家按一下電腦會有 或者你現在在大學上 老師在講那些知識 你可能按Wiki或按Google 都比他講得還要清楚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 上學學什麼 他變得更加的迫切 那這個問題 我其實很驚訝 就是說我們的整個教育主管機關 都還沒有 因為我也認識國教醫院 或是教育主管機關的人 他們還沒有開始真正認真的對待這個問題 我在去年讀過哈佛大學跟東京大學 很多頂尖的學員開始 他們的通知交易文會 已經開始在討論 在我們這樣一個技術 還有網路還有人工智慧發達的時代 到底我們要交給小孩什麼東西 讓他在二十年三十年後 還可以帶著走的 這是哈佛大學的一個結論 就是他們討論的問題 然後最後他們有一個結論 他說技術性的東西 我們現在操作性的 技術性的東西 可能會越來越不重要 尤其是東京智慧的發展 真正重要要這個小孩的東西 他很通向也很實在 但是要教小孩一種 an art of living in the world 英文 an art of living in the world 就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種藝術 這什麼意思 那肯定就是我們覺得 人工智慧會變腦短期內 不會的 而且我們作為一個人的本質 發展起來的一種獨特性 是電腦沒辦法取代的東西 這是什麼意思 OK 只有幾種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的獨特性 獨特的人格可以充分的發展 到最後他對世界會有自己的洞察力 OK 可以產生洞察力的這種學習能力 這是an art of living in the world 其中一點 第二點 是公民素養 你可以跟人充分的對話 討論 溝通 還有傾聽 我等一下再講 所以學習者的主體為什麼我們叫民主教義 然後我們民主教義 常常對他的誤解是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講自己想講的話 我告訴你 如果每一個人都在講自己想講的話 這個世界一定一團混亂 重點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傾聽 真的聽到別人想要表達的話 真的可以聽到 然後成為他自己這個單一的角度的偏見裡面 互譜 然後更整合 讓他對世界有一個更完整的認識 就是這種傾聽的能力 跟表達能力合起來的這種能力 這個我們叫做公民的素養 這是第二個能力 然後第三個能力 我們常常說的就是一種創新的精神 他叫做我們的partnership 就是創造性的企業精神 因為企業家跟資本家不一樣 資本家只是一直累積地盾 但是企業家是一種創新的精神 把舊的生產要素做一個新的組合 像這種就是一種entrepreneurship 就是創業平台 他說的這三種能力 所以第一種能力 我們從小 其實並沒有把小孩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們總是覺得小孩不成熟 然後需要捏索 需要交給什麼 那我說在這個時代這個事情 我們經過21年 我先永遠地講 要講20年的經驗其實很 很難濃縮在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我大約介紹完以後 那我們可以用對話的方式 然後問題 然後說我們這邊的例子 我們怎麼實踐這樣的一個自由交易的例子 我們用對話的方式 我們用對話的方式 好 那以學識者為主題 我說碰到文化的底層真的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們每天在實踐 像大部分的老師或家長都來自體肢交易 他習慣 從小習慣被對待的方式 在面對權威 面對上位者的方式 那就是比較沒有意見 那這個的影響 其實影響還滿大的 因為在我們這個世代 像我們有一個家長 他說他負責在一個大公司 當人事主管負責 我派人到我住海外 是澳洲 香港 但是我們的公平市都非常專業 但是出去另外 有很多這樣的對峙 或對話溝通的時候都會退縮 可是私底下抱怨有很多 我想這是我們教育現在 尤其在這個時代 很多問題都慢慢出現這樣 越嚴重 但是我看到的 比如說有人說 我們21年來 然後碰到文化底層 碰到的困難非常多 因為總是每一個階段都會充滿的 焦慮跟不確定性 大家不知道那是自由必然帶來的 我要強調 人一方面內在渴望自由 但是另外又逃避自由的衝動 人未必都渴望自由 因為自由所帶來的就是不確定性 還有你必須會選擇的結果負責 那我們怎麼在這樣的教育裡面 讓小孩可以保有 他探索事眾的勇氣跟好奇心 好好保有他的自信 我想這是我們見過的 這個學校真正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傳統在談教育 常常還是有教這個概念 那我今天要翻轉這個概念的是 以學習者為主體的自由交易 談的並不是教跟學 而是怎麼建構一個平等和開放的文文空間 平等和開放 老師學生在這邊都是學習者 不管是對知識 對公共事務 對生活事務 每一個人的意見都很重要 那怎麼在這裡面彼此說服 在這個過程 OK 所以我們主要是建構這樣的一個空間很不容易 所以我舉一些小例子 譬如說我們自治會在開的時候 有時候老師忘記講話 忘記舉手 然後講話就開始講 然後主持人當主持人說 我沒有點你啊 然後我愣一下 面子拉不下來 然後繼續講 然後講一次我沒有點你啊 就拉不下來要繼續講 然後學生就很尷尬 那個整氣氛就很尷尬 當然後面我們會有反省 在校會議 在補導會議的時候 我們互相提醒 後來老師有跟學生合會 有跟他道歉 所以我們有時候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自己有碰過 譬如說有時候我幫我舉手講話 然後主持人就叫我閉嘴 然後我就閉嘴 但是閉嘴的時候 我心裡很高興 表示我們做得很成功 因為學生是在救世未適 但他講的話 大家當家長或老師一定會說 他可以客氣一點嗎 問題就是說 我不會覺得冒犯 但是可能人的人 大人就會覺得冒犯 但這中間其實更細密就是 事後還要再核對這樣 就你知道當時為什麼做出這樣的 一個決定 或這樣講出這樣的話 我覺得那個對話互動真的很重要 還有在平常日常生活之外 因為它是一個平等空間 所以那種即使是很真實很平等的互動 那真實平等的互動就會激發出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遊戲 其實遊戲在這個 以前自己的主體的那種教育裡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好奇心跟遊戲動機 大概是人學習的最強大的動力 所以在這個空間 怎麼保有小孩這種好奇心跟遊戲動機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真正以學習者為主體 和自由教育 真正重要的是 怎麼實溯那個平等 和開放的人物的空間 實溯在那裡的空間 是這個意思 這就我先講到這裡 現在請小周 他今天要用對話的方式 哈囉 我叫小周 那我最近其實常常在做自我介紹 那我給自己一個課題 就是說要怎麼樣一次講得都不大一樣 所以今天如果講到 講得不清楚的話 等一下也是跟大雄講的 所以如果漏講 有問題 等一下也可以就直接問 那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的是 就是大概是說 可是一個 我在家裡是老一樣 老二 那我覺得我從小 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自己有個特殊的記憶 就是我很會去看 我很會查顏觀測 看氣氛 所以我跟我哥 吵架的時候 然後我爸從進來的時候 最後被K的都是我哥 那 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 我覺得這個 這讓我意識到說 其實我從小 就是一直有 我覺得還蠻敏感 可是 在長大的時候 就是 對 一開始在家裡 因為 我覺得運氣蠻好的 剛剛有人說 就是 我們 就是 體制外教育 有一點 可能有一點精英 或是有時候 我們一個人的 成長 或是他的一生 其實跟他的運氣 有很大的關係 我也是這樣相信 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我家裡有 我媽媽 她會有 注意到我的 這個特質 就是 很敏感的 那 所以我在小學 念一年級的時候 我去念小學 然後結果發現 我根本非常不適應 非常不喜歡 然後我被家裡邊哭 那她把我這個聲音聽進去 那 所以從小一下的時候 她就會幫我找到生命小學 所以我是小學 是先念生命小學 念到四年級 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離開那邊 然後再回了什麼東西 再又念了一個學期以後 就大無全人了 那我在全人念了七年 七年的書 從五年級念到高二 後來出國 簡單的講 在出國念書 再又回來 我有 音樂機會又有 回到全人教書 教了五年 那其實我 這些都是意外 其實我本來是 其實是喜歡音樂 可能也是跟我媽媽有關係 就是她在坐月子的時候 她會偷聽 我就只有幫她錄的 麥可傑克森 錄音帶 然後我小學二年級 去看過麥可傑克森的演唱會 以後我就決定 把它做音樂 所以現在會走到這樣子 然後今天在辦這個 可能 有些人可能有點聽說 就是民族教育委員會 這些東西 就是純粹就是一個意外 但是我想 我想講的就是說 我在這個成長的過程中 我覺得 上學學什麼 我從 生小從全人 學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學到最多的 是大概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我 多認識我自己 也是我更確定 我自己是一個 特殊的人 從我小時候發現 我有一個特異功能 可以讓我歌到 就被K 我不用被打 已經開始了 那在我成長的過程中 這個東西被保留起來 包含音樂的東西 都被保留起來 所以我同時現在也在做樂團 叫做 打 打開放開 可以嗎 樂團叫做 謝謝你的肺癌 大家可以去演出 好 那 呃 其實以學習者為主體 這個 這個slogan 有點像是一件 一件 slogan 所以我們想了蠻久 花很多時間去想 去做出來的 因為 呃 在去年 我在紐西蘭 國際民主教育民會裡面 去爭取到 在台灣辦這個活動 就是第一屆的 亞太立出民主教育民會的時候 我們一直 我們有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台灣有幾間民主學校 好 我想了一下 我就 就直接跟他們說 其實打著這個 灰的這個旗幟 我們這民主學校這個旗幟的 只有全能力 那但是台灣有許多的 另類學校 或者這樣子自學團體 或者他們可能自稱為 實驗學校 那 把這個東西帶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期許 就是說我希望可以 讓這些學校可以 某種程度我們可以連接起來 所以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讓大家知道 或許知道我們的存在 因為像今天來在場的各位 很多人可能沒有聽過全能 或是很多人聽過全能 可是不知道他在幹嘛 可是 對 全能其實已經21年 這好像附入我的年紀 那 對 那 他在這邊那麼久 其實他也是有相當多的紀念 可以分享給大家 包括生理小學 他可能會更久 那 以這些學校來講 其實在海外 在世界上來說 這些都是 已經算成老學校 國外的學校 還是也是老學校 所以我們有很多東西 可以分享給大家 可是我們就在想說 金主理年會 還是叫做民主教理年會 那會不會其他學校說 我們不是民主教理 或者是 我們的教育名字沒有掛上去 他就不想再參加 所以我們可以找一個 找一句話比較中心 那我一開始是想 我想到的一句話 偷偷跟你們 存在想 是叫做 這個被打牆 對 我們自己私底下知道怎樣 叫做 還是不是 孩子的孩 那我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會有開 我們那個籌備小組 就是孩子 有學生啊 有校友啊 有家長 有老師 然後有些 對 有些大人 那我把這個東西丟出來的時候 大人就搖頭了 那他們我就覺得 我後來想想也是 可能這個太激進了一點 然後太 太掐了一點 可是我後來想說 其實 現在如果我們要做 做宣傳的話 我應該就是要 要 東西要刺激一點 才會 不過 看來 這個還是蠻成功的 因為吸引到大家 OK 那我也先 講到這邊 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 對全人 或是對聖利小學 或是對 一個校友 因為我 我基本上 一生 跟在做的大家都不大一樣 就是我只有 就加起來一年的體制內的教育經驗 其他都是在體制外 那 其實很多人會 我後來回去當老師 很多人會問說 就是 欸你們這樣子 學校很自由很開放 沒錯 大家都願意聽你講話 可是走出去以後 是不是還要回去銜接到 體制內的社會 那 那 所以你們大概可以看到 就是 跑出來就是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我今天沒有發呼吸 還敢 好 那我也先找到這邊 我 我剛才再補充一下 他講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奧秘 就是大自然的奧秘 吃給人的一個珍貴的秘密 我一直覺得 好像教育一直在畫這個神奇的腐朽 然後好像教育一直在畫這個神奇的腐朽 就是透過一套生產程序 然後把每一個人就變成平庸 就是那個個體性 不特性 都沒有超越發展 就是在畫神奇的腐朽 我一直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一直以來幫我接受 就是說每一個孩子 假設 你對待每一個孩子 很簡單 你把它當作是一個 一個奧秘 一個來自於 我們姑且說上帝吧 是一個人類的這種珍貴的禮物 你對待一個珍貴禮物的方案 你會 你會非常尊敬他 你會很優勢的對待他 只要這樣子去對待孩子 就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抽象的話 叫做人的尊嚴不可侵犯 一直在献犯 這是抽象的 但是每一個小孩 真的 他就是一個奧秘 你對待一道奧秘 你對待一道奧秘 一個針對禮物的那種 嚴肅對待他 有的那個態度就不錯了 我們先謝謝那個大雄 還有小舟的一個講講 真的掌聲有一點稀疏 因為 不是不用再 你看我一說掌聲稀疏 然後大家怎麼知道 因為我好像講的是 就是剛剛兩位啊 其實在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背後 有很多那個 就是問號一直冒出來 說蛤 兩個人就是從很遠的地方來 然後跟我們分享說 對啊就在這一個 我們創造一個空間 然後讓我找到了我自己 那你要告訴我 怎麼找到我自己的啊 所以你們就可以盡情的 把你們覺得 那你是怎麼找到你自己的 難道遇到什麼時候 什麼狀況的時候 老師不會把你怎麼樣嗎 或者家老不會把你怎麼樣嗎 對 我說 哲悟的是 我可以先過去嗎 對 對 先我先過去 對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想像 就是如果說 以學習者為主體的自由教育 是要營造出一個場域的話 那那個場域應該要怎麼營造 或者是說 你曾經在教育的過程裡頭 被怎麼樣的對待 那你其實是覺得 可以怎麼處理 或者是你有沒有想知道說 全人裡頭他們講得很輕鬆 可是實際上處理起來呢 因為比方說一件事情 他可能其實需要處理的時間 不會是馬上 因為在全人不會說 閉嘴安靜你不要吵 不會吧 所以那可能是在這之後 我剛剛大選有講到說確認 不斷的確認這件事情 我想分享一個 就是我在體制內的學校 做體制外的事 我想要做一個示範是 我帶一個國一的班 然後總 教學現場的老師有一個最大的困擾 就是你可以解決學生所有的問題 但是如果這個解決的點是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簡單就是碰壁 是因為是家長需要改正 那我覺得那個家長需要改正 並不是大家腦子裡想的 是說這個家長就如何如何 因為其實每一個家長 如果從過去的威權體制被教引出來 或是在座的各位也可以去想像的話 台灣的教育或是傳統人家教育 並沒有人的存在 我們都是學生之於老師 子女之於家長 下對於上 然後長輩 晚輩之於長輩 我們永遠有一個階層存在 所以你會發覺我們不去談人跟人之間 我們會把說小孩是大人的這件事情 可是所以剛剛講說還是不是人的時候 其實這個一點都不激進啊 因為如果會被認為激進可能有一個原因就是 對他不是人但是你不能問 你不能把答案說出來說 對啊我們沒有把他講來當的人 你把他當作某一種網友品那樣子 所以如果大概講這樣 那各位如果對全人 或者是對教育 或者是你覺得你在體制內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 你說反抗的力量嗎 或者是繼續下去的力量 或者是翻轉的力量 都可以發問 折五的習慣是一次三個問題 那我們收集完三個問題的時候 就會先做第一輪的回答這樣 那有沒有想要發問的 剛剛有一位 好還有沒有 沒有嗎 還有一位再一位 好先這三位 我想請問校長就是 我們看得出來好像民主是全人全校判決的方法 可以這樣說嗎 對如果是要民主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自詢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那我想請問校長是在校長教學的過程之中 可能不管是體制內體之外 我們如果這樣分啊 硬要這樣分的話 那我的問題是 如果我們 好假設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這是一個假設 那到底在教育上 為什麼一直無法落實 為什麼一直無法落實教育這件事情 民主這件事情 它一定有一個核心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 這一群人坐在這裡一直在想討論 就是它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 那所以千年到社會 應該是我們討論的 不管只是教育 我們在討論的是 我們為什麼民主發落實民主 它的到底是跟在哪裡 那 然後我再強調一下 我剛 我也可以理解 所謂的體制外 它會有一個精英化的問題 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它並不 我可以理解 而且它並不是因為為了精英而設置的 只是說它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對 這是我可以理解的 對 這是我可以理解的 只是說 只是說 在這一組問題之下 變成說 那這樣子的精英 它是被迫變成精英化 那當 再回到這個 主體的社會好了 又怎麼樣 你們又如何要跟這個主體社會溝通 這樣 這個問題 不會太長 兩位好 我主要想問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們如何讓孩子認知到 他們有更多的選擇 這個問題其實困擾我蠻久 我知道上了大學之後才有發現說 原來我的選擇更多其實比較小的時候 由於我受的教育裡面幾乎沒有任何的問答 其實都是標準答 比方說你簡單的事跟選擇 不論是不是考試 也甚至連在生活中都是 所以我想確認說 你們如何讓小孩認知到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的認知可能也超過我的想像 另外一位是 兩位好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在校園裡面的公共事務的話 你們是怎麼進行的 因為其實就像我自己 剛剛還在講就是 以我現在讀高中來講 就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學校的公共事務基本上都是 老師們在做決定 然後而且是很多老師 然後對上一個學生 然後那個學生是 他坐在旁邊 他只有發言的空間 可是他不可以做決定 那他已經人那麼少 也不能做決定 這是一定很可憐的事情 那其實我剛剛講的 可能比較溫柔一點是講說 是由他們來決定 我們是什麼樣的樣子的人 可是我自己有時候 腦袋真的會冒出覺得 更嚴厲的說法是 有少數人在載至我們應該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 因為我自己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是到了高中生 到了高中的時候 進了辯論社以後 遇到一個學長 然後他跟我講了很多東西的時候 才讓我對於就是 對於就是 公共事務的想法跟看法 有了許多的改變 然後才讓我在想 就是為什麼 就是教育這件事情 為什麼永遠都是別人在決定 我們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 而不是我們自己去決定什麼要自己的 然後我現在其實在高中的時候 現在現階段最討厭的一句話 大概就是叉叉有叉叉的樣子 就是典型就是柏拉圖的理型 就是我那種就是 你就是什麼樣子 學生要有學生的樣子 你聽我的就多了乖 這一類的話也是真的很討厭 好 上來請問一下 謝謝 要不要從前面的問題來 再不然會忘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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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民主 我們台灣當然是民主國家 那為什麼沒辦法去落實到學校 我去歐洲去荷蘭參加民主學院民主的時候 我去一個荷蘭人 他也是創造民主的學校 我們也問了芬蘭人 你們的社會這麼自由 而且是已經兩百年的這種共和的基礎 我為什麼還要民主學校 然後他的 他的說法是說 荷蘭跟芬蘭都一樣 荷蘭跟芬蘭是說 我們社會雖然就是一個 算層層的民主國家 但是我們那個學校 還是傳統的那種威權的方式 就是他的說法是這樣的 荷蘭是這樣的 然後芬蘭是說 即使他們小學 就一般體制就已經很最重的孩子 這是整個社會傳統 但是他覺得還不夠 他就是要創新 就是還會荷蘭他們的精神 那我在看 台灣之所以民主沒辦法 如果落實到學校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我說的深層的原因 就是大人對待小孩的態度 整個家長還有老師 習慣了對待小孩的態度 我想這是比較深層的 他其實做的問題 就像剛才民主說的 小孩還有小孩的樣子 要怎麼樣的樣子 我想這種態度是根深蒂固的 慈恢大人不斷的反思 因為他從小是這樣被對待長大的 有時候我對這件事情 是有一點惡觀又有一點悲觀 悲觀的是說 我覺得反正要老的一旦 要慢慢凋臨 心得一旦慢慢就會讓你態度 但是又不會自動到癌 你必須努力啊 所以這樣的觀念 怎麼不斷的傳播 或有人不斷的去推展 不斷的行動 他才有可能 改變才會到癌 也不能那麼惡觀 也不能那麼悲觀 那另外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正的觀念 他一直不願意把資源投注在教育 為什麼 一個老師假設師生比我可能現在要求 實驗學校我們跟教育部申請也是 一比十以下 一比十還可以 對話還可以發生 你多到十到十五個 但是二十個三十個 老師光管 持續就會覺得精疲力盡 他不怕對話 就是你沒有把資源 把師生比真的降低 把每一個孩子都當人的時候 師生比降低 投注更多的資源到教育 這很理所當然啊 一比十的時候 老師就能夠比較充容的 可以跟孩子對話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家長內在對於小孩子 將來能不能考上學校的這種 焦慮跟恐懼 會給學校壓力 讓學校一直偏向標準化 測驗 這個壓力一直都存在 我覺得大概是自己的原因 讓民主壓力化 真的落實到學校裡面 那如果跟社會溝通 當然有我們校友 人家他們離開學校以後 如何跟這個社會的地方溝通 那作為一群人 我一直堅持 就是說 我說這個文化生成結構 我去開一些會 有些一般學校 國中或高中老師 剛剛談到教育部 好像就在面對上級 盡量配合 有時候他們想要有一些創新 然後覺得自己打擊自己說 教育部就不給我們通過 就是長官都有什麼意見 這樣子 我就跟他講說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一直覺得 我們學校跟教育部 是平起平坐的 就你只不過我們賦稅請你來做這些行政事務而已 所以當那時候我們有一些衝突 很明顯不合理的行政程序 我不甩他 然後公文越來越嚴厲 什麼要廢止許可 或者是減少招生 就很多東西 然後我們就 也很強硬的回應給他 後來 後來 他還是那麼強硬 然後我就請我們這個 部校長說 跟國教署長約 我們直接面對面跟他溝通 就面對面溝通 像我對待教育部 或對待我們學生 全部都是同樣的態度 面對面溝通 然後他拒絕是他失禮 我再跟你約一次 再拒絕是你失禮 真正不得已 我就跑到辦公室直接走你 就是這樣的態度 你不要以為你在上面 然後就是用命令來 用你的意思要來管我 我覺得我們要有這種公平意識 然後我對待弱勢 像我們學生 我說真正在實際上碰到的困難 我們學生下到我們的小鎮裡面 跟當地的 或者是一般家長會擔心 恰靈恰紅 赤龍赤鳳 然後就是喝酒 然後跟他們來交往 然後有時候會帶回學校來玩 然後很多家長開始反應 會擔心 老師我也會擔心 然後那時候我就請他們來 還有請學生來 我說我一個原則 你們的朋友就是學校的朋友 我們不會對任何人 我們平等的看待每一個人 不管他在佐藍 你們對他的刻板印象 那吃檳榔 然後換不是 他就是你們覺得可以交往的朋友 那就是學校的朋友 那朋友 你帶回來沒有關係 但是朋友的樣子 也不能破壞我們自私會 共同定出來的生活公約跟消費 就是這樣子 我們對待每一個人 上面下面全部都是平衡的態度 我們堅持塑造這樣的一個 就是學校在面對外面的選擇 然後孩子認識更多的選擇 這也是要整個 我告訴你我們有一個制度 叫做只要學生六個人 六個人合起來要開門課 不管什麼課什麼課都有 你看那個廣告 其實多樣性比那個還高 不管什麼服裝設計 還有什麼自由博士 這種課啊 阿炎啊 日文啊 什麼 只要你六個人 然後連署 我們學校就會想辦法找私資 所以可能第一大周 開始連署 就會二十幾名課這樣 甚至於我們的預算 就會超值好幾十萬 但是我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那個氛圍 只要你六個人 開門 想要開門課 我們就找老師來 就是社團系課程 那學校有覺得 欸好的師資 這個老師不錯 那我們主動就請大家來開課 就學生也可以主動 我們老師也可以主動 就是要讓小孩子 認識更多的選擇 只有讓他在做中學 從小他的意願 他的性慶 都會有機會去實踐 另外一個是 他要拉六個 五個制服號 但是也不一定是陰性規定 如果你只有三個 他們意識很強 也會不斷地說服 欸 我們也覺得 欸 可能會破壁這樣 我們來自製會說服大家說 他們只有三個 但是他們真的很想 很想不休 我們大家 師父同意他 這樣子 然後直接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他 不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真的 非常的熱情想要做 你也可以去睡 所以要讓小孩子 認識更多的選擇 只能耐著他 就是那個氛圍嘛 他就有機會去發展他的興趣 然後學校也會主動 盡量提供更多樣性的興趣 那校園公共事務如果進行 有一個四年前啊 五年前啊 有一個學生覺得 我們學校還不夠民主 他也覺得 他就在自製會主動提案說 自製會可以 火絕校務會議的決議 然後他就開始進行說服 每一大週經過激烈的討論 你沒有結論 好再到生活小組 生活小組是我們自製會 大會之外 每一個大週會小組 老師帶五六個人一起討論 好又沒有結論這樣 然後再到校務會議來 說服老師 就這樣子來來回回 說服了將近兩三個月 然後最後要通過的前一天 這個自製會的前一天晚上 因為有一些同學挑戰他說 你要那麼大權力幹什麼 我們又沒有辦法負責 這個打到痛小了 就是說民主政治還有一個核心 就是 12任跟權力要相當 當你有這個權力的時候 但是你做出了決定 那你怎麼負責 所以我們剛好打到 就是同樣是同學 就是他們自己自我 自我的這個批判說 那我們用這個 為什麼要這麼大權力 那後來最後一天 然後他很苦惱 然後過來老家跟我聊 然後我是鼓勵他 反正就是盡量盡量讓他通過 然後 反正就是會有人負責 我說至少我一定負責 就是讓小孩有這麼大的權力 所以後來再自製會 三分之二通過 因為幾乎我們老師也會支持 因為我們老師也都 校務會也願意自費武功 我們如果沒辦法說服 而要用權力去一定 加在小孩的頭上 我們覺得是毫無意義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好 那你就說服 我一直覺得 權力好像是跑假的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 而且你也相信小孩子 天生是開放的 而是天生能夠接受 反而比大人容易接受 心的想法 我到底想法 這個小孩的特質 小孩的本質 也是我剛才說的 慢慢被教育 還失去 失去的能力 有小孩天生 能夠理性的勾勞跟對話 這個不只相信 你一直都實踐 就是會要有機會 所以 我們的公共事務 這個根本的原則 是會可以否則 校務會以後 那到最後整個氛圍就變了 包括我們原室那個 教師辦公室那個 太累積快掉了 也太新了 我有一個學生過來 欸你這個怎麼沒有拿到 姿勢回來 然後我們當然跟他道歉 跟他解釋 然後整個日修 然後我們 我們的運作基本上是 就是姿勢會做最後決定 然後 脫個水 香水 然後也有小場的討論 先討論過來 然後姿勢會去討論 那校務會議當然可以做成決議 但是你做成決議以後 製作會是羅凱阿里佛的學校 那 我就 不知道剛剛大選有沒有回答到 後面那位先生的問題 有 有阿 因為那方面 我想就 他來講就好 因為我 角色變來變多人 自己會考 我今天就還是比較 以校友的經驗 貢獻 那 怎麼有更多的選擇 意識到 意識到更多的選擇 那我 我講我自己的 成長的經驗 就是在那邊的學友 我是在 全人第一學期 就過去年 那我那時候 只有 一年級而已 那 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面身裡可以給他發生一些事情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太平 那 我為什麼會叫小周 是很大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小時候真的很小隻 我到高二才長高 那你可以想像 就是一個 小屁孩 然後 看人用下巴看 明明就長得很暗 看人用下巴看 然後講話很酸 可能也跟太敏感有關係 我很喜歡跳人家 隱蔽什麼 所以我在生理小學的時候 我常常就會找老師的麻煩 那後來到全人裡頭 第一個是先遇到他 那 我小時候 我想可能也在座會有蠻多人 因為我看有蠻多年輕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在座會有蠻多年輕的人 然後你們會 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像可能在小時候去爺爺家 和奶奶家 會被爸爸媽媽說 欸 要叫 要打招呼這樣 然後我就 欸 或者是很有精神 然後前面回來回去 可是都沒有 嘴巴沒有出聲音這樣 然後就會被罵 那 我常常就覺得這個人沒有到 可是 想說 為什麼我要叫你 如果 說 欸 因為很熟悉 很輕人嘛 很開心 那你怎麼不叫我 欸 要等我來叫你 這樣 我覺得還蠻奇怪 那而且其實 有些時候 就是有些 有些心情其實也沒那麼熟 不要 不要 我覺得這樣子已經 還蠻多了 那其實對老師也是一樣 就是 有點 你憑什麼 就是 啊 你是老師喔 那你會什麼東西 你在教我什麼 這樣子 就是很臭屁喔 小時候 就是蠻懷孕的 那 那時候就是到全人 就是一開始會覺得 欸 其實在生小已經 有點鬥掉很多老師的經驗 小學 其實我那時候都不知道 今天那些老師就是 有點 因為我小朋友 都不跟我計較 那我就 來學校 那第一個遇到他 那跟他就是 男孩子 以後就會想很多方法去鬥 這樣 可能先是 想說要 比一些小聰明這樣 或者是要比 體力的東西 想打籃球 打不贏他 那或者是 想要 跟他 比手畫腳 這樣 可是他 他就是會 柔道 會健道 會跆拳道 那我就不感動 那後來最後就想到說 欸 有一個東西很快就過去 就是 比姿勢 可是那個完全不用寫 很快就 就跳過 那最後就想到說 就是 比一些小聰明 也是惡作劇的 因為自己覺得自己不平 這樣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 是小時候 有一次我們一起去 戶外教學 我們學校戶外教學 蠻特別的 是一 一群學生 可能也是都 大概七八個 這樣子 然後你們一起決定說 哲學期 你們戶外教學 想要去哪邊 簡單做一個計畫 然後去找一個老師 對 那 其實 老師也蠻辛苦 就是有點像 被當成司機 這樣 那時候就是找 大神老師 然後我們去 那時候 就是現在美麗灣 台東美麗灣 那個三元海水浴場 以前是海水浴場 那我們住在那邊 晚上我們就 因為我們在那邊 烤土搖機 就挖了洞 然後後來有人就想到 欸 我們把這個洞 填起來 就是直接 蓋起來 這樣 讓人家 台灣的人 掉進去 可是我們那邊 弄個好半天 因為我們用報紙 在那個坑上面 鋪一層報紙 然後我們要灑 沙紙上去才不會被看到 可是沙紙一灑上去 就 砰 就下去了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有點快要放棄 想說 啊就算了 反正就一個洞 黑黑的有點掉下去 我們就出來笑牌 就好了 那一隻報紙去 然後他就從旁邊走過去 就說 你就架些樹枝 再下去 對 基本上 會 我覺得 怎麼樣去意識到這個 有更多的選擇 這個東西 通常都是在 呃 有人 給你從 可能從旁邊 放個冷箭 就是在你的 idea裡面 讓你敲了你頭一下 然後你會突然 欸 對 還有這一招 這種方式 那 實際的來講的話 我自己 從 小學 我就一直 想著 想要去美國念書 那 後來真的達成了 但是後來達成的 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一開始去 那時候高二 我去 我是跟我媽媽說 跟我爸媽說 欸 我就是 我那時候 已經有做一些準備 就是我 就去找 我自己去找 代辦 就找 代辦的阿姨 然後跟他討論說 欸 如果我要出國 需要準備什麼東西 我要怎麼找學校 這些 然後就把所有資料都 收集好了 我沒想說 這樣子可以讓我 父母心覺得說 欸 好像我是有能力的人 這樣子 那沒想到過去 還是跟他們 present這個idea 跟他們提案的時候 還是被打槍 因為 我跟他說 就是你給我一年 你給我 你讓我唸高 你幫我出一年 高中的學費 然後在美國唸書 那我在那邊以後 畢業以後 你就只要再給我一筆 回程的機票錢 你就好 因為我的夢想 是要去那邊 找一間 Live House 然後在那邊打工 然後在那邊偷學 他們的音樂 因為我從小 就聽美國的音樂長大 他覺得他們 能寫出那些歌詞 還是太了不起 一定哪裡有問題 一定是他們 喝喝選不一樣 我也想喝喝看 那這個當然被我爸媽 很快就被打槍 那我後來回學校 就跟大同抱怨的時候 他就說 你就跟他講 你要去念大學 我就會這樣去 那我一開始很不想這樣做 因為我根本沒有想過要念大學 因為其實我從來 在他跟我講的之前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 自己能念大學 其實早期 全人是還沒有立案的 早期的家長 把學生送過去 有一半 我覺得 我自己心裡面這樣講 那些家長 是不是真的這樣說 我不知道 可是 基本上就是說 就算了 就去吧 看會怎麼樣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 接下來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自己很快也知道 因為我都沒有在上課 那 所以從來沒有想過大學 但是 我那時候就想說 其實我已經很清楚 我要做什麼 未來 我就是要做音樂 那 可是他們說 就是 你第一個 這是一個 一個 就是講 講給爸媽聽 他們會 你會覺得 比較安心 可以統一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反正你就先去嘛 大學你 剛剛有一個 有兩個人在談到休學嘛 後面有一位 有一位 髮型很帥的 還有 剛剛那邊有一位大哥 也是看得帥帥的 講到休學 就是你不念就不念嘛 就走了 反正你 重點是你要去那邊嘛 你要喝那個手 那我就想 嗯 好啊也是 可是他後來也丟了幾句話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心 就這樣 就丟出來 可是我一開始也其實沒有 很認真聽 但是後來就留下來 就是說 大學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就是一個 那其實就是聚集了很多的資源 那 他有很多的 因為像美國的大學有個好處 就是他只要 他大三的時候還要選歌詞 所以你前面你可以盡量去試 那就去試嘛 你怎麼知道你已經看過選歌的 那我因為有前面那種 我剛剛說的就是挖沙坑的那種經驗 或者是被 小聰明去逗人家 然後被 被反電的經驗 我就覺得說 其實好像蠻有道理的 世界真的很大 那 那去去看人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都是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過程 就是 因為在學校 在全人其實 像剛剛大學有說 我們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蠻自然的 那 自然到說 其實我們 在學校其實也會很多人 問問題的習慣 所以我們互相會彼此問問題 有時候那些問題 但旁人聽起來會覺得 哇 你會不會太臭 就是好比說 就像剛剛大學有講到說 你有一個學生去推那個案子 然後最後就有兩個 其實也是他的朋友 就是跑過來問他問 那那些問題有時候 我們是純粹就是為了要 有點像是 也是在玩一種遊戲 可能有點像是在打籃球那樣子 就是互相鬥一下 但是 很多時候 更多的時候 其實純粹就是會有一個好奇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或者說 玩音樂 你為什麼會想玩音樂 或者是要出國 為什麼要去美國 就是 其實在學校很多人 每天都會有這些問題 那到久了以後 你自己也會常常會問 會跟自己對話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你會開始去思考說 其他你沒有想過的 很多你沒有看過的面線 那我覺得我們在決定問題的時候 其實也跟 決定事情的時候 其實也跟這個很像 就是我們 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 這種 我們凡事到最後要經過知識會 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就是 即使 即使 即使是一個人 他再聰明 看的東西再廣 還是有可能的 代表事情 大人 那我覺得更不用講那些 可能像是 最近應該拿出來編的 羅因書 我們總是會 有些地方我們看不到 或是有些地方就是死角 或者是我的生命經驗裡面 沒有 我覺得 我講到這邊 我又會想順著去回答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困難 是在 這我後來回去學校 當然 當老師 常常跟大總會聊到 就是說 到底 為什麼會這麼困難 要實施這樣的教育 不是讓這樣的教育 普及化 讓更多的人來做 為什麼其實 這樣的學校 學校的老師 派判率對那麼高 現在其實好很多 但是之前 總是會有一些時候 會有老師 受不了 要離開 那我自己 我覺得很大一個就是說 像他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在教 我們在做一些事情 我們很容易會從自己的生命經驗 開始去做出發 其實我們在教上課的時候 像我現在教英文 我很多時候也是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那時候怎麼學的 我就怎麼教 除非是有時候 我有被提醒到 你知道嗎 或是我真的有認真的備課 的時候 才會去考慮到問題 要不然如果我就是 那些可能精神一查 我就直接去上課 我沒有意識到 我就是用我之前在學的方法 去教會 那我覺得我們在怎麼看事情 看世界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都會很容易變得很狹隱 就是我們這時候會從自己的經驗出去 所以如何能 能接受到不同的經驗 那去當這樣的老師的時候 我們能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到最後就是 整理成一個問句就是說 沒有自由經驗的人 要怎麼辦一所自由的學秀 或是沒有自由經驗的人 要怎麼帶領學生 或者是推學生 可能有時候不喜歡你帶這個字 那協助學生就通往自由 假設你沒有自由的貼下 在你腦袋裡的時候 這樣怎麼辦 這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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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剛剛兩位說的 我有一個經驗就是 我有時候同事們就會覺得 學生沒有禮貌 如果看到老師不會打招呼 那我的反應就是 如果你想要學生跟你打招呼 那你就先跟他打招呼嗎 對啊 如果言論有時候看到學生 如果他 我覺得他沒有看到我 但我認識他 我就跟他嗨 然後他覺得嗨 然後覺得大家就嗨來嗨去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主動 不過那個盲點就是在於 你如何放下你自己 作為教師那一個高度 對 然後或者是說 剛剛其實在講的過程當中 好 那我就要自己先問一個問題 這樣剩下你們還有點什麼可以問 就是家庭在全人裡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倘若剛剛小周說的是 家長把你放到全人就覺得 算了吧 但是他後來覺得 欸怎麼長得很好 後來那個回來的態度跟 是怎麼樣開啟學習 對 因為我在那個程維 程維他就前劉若凡那一本書裡頭 我很想知道 但是他很少描述到說 家庭在全人裡頭所扮演的角色 又或者是剛剛很強烈的想說 如果你沒有自由 你怎麼樣去辦一所自由的學校 這就跟我們想要對孩子 實施所謂的民主 可是我們過去是被威權交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協助家長去 去執行所謂的民主 或者是說其實我講的民主 跟搞不好大家定義的民主不一樣 就像我們在講說 自由教育 什麼是教育 就是什麼交互言失之多 然後就是你知道 就是因為教 如果是在中文裡頭的話 像就是把孩子導正嘛 偏差行為導正 但是導正用什麼導正呢 就是叫那個字右邊是瀑布 瀑布是手拿小樹枝耶 所以一開始其實就是答案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體罰教育 就是再有這個國字的時候就有了耶 那跟西方講的教育 那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如果是西方的教育 那就是老師是人 是學生 跟他的未來 不管是你想要的知識或能力 中間的橋樑 所以一開始字界的時候 有位朋友說 覺得老師是領航員是不是 我個人覺得老師比較 我自己啊 我會跟學生說 其實學生你們是船長 然後老師是水手 你想要去哪裡 那那麼老師可以怎麼協助你 對啊 不過像這樣的概念 就是回到全人裡頭 可不可以教導我們這一些 受傳統教育出來的 不管是家長也好 或是教師也好 可以怎麼樣去覺察自己 這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第二輪還有兩個問題 有沒有問題 一個兩個 好